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吃吧 今天跟你說話的那個是甚麼人 看你的樣子好像很有料 起初我也以為他很聰明 原來是盲餅 盲餅在廣佛話裡面 就是形容一些說話大聲夾無準的人 又或者形容這個人沒有甚麼真材實料 不懂裝飾 例如這樣 走快點 遲了坐飛機 沒位置坐 飛機也會沒位置坐 這是盲餅 盲餅現在是一句罵人的說話 但其實他本身沒有罵人的意思 他是一個人的名字 這個人叫做華彥君 這個人在青年的時候 由於雙目失靈 經常都會背著琵琶、耳壺等等的樂器 在街頭演奏賺食 很多人都將他稱之為盲公 又或者是盲餅 阿丙是傑出的民間音樂家 可能不是很多人聽過他的名字 但他的異舞作品 異傳影院 相信就不少人聽過了 很多人聽過聽ograp clockwise 通通通也很痛 어렵 聽 naw說聲分 諒相� spre 淡婚難解 打發生甚麼 peur 就會urez alcoholic 這場球現在到了氣玉了 講到氣玉 自然是比喻來的 氣玉的來源 當然是來自大氣 以前的人喜歡看大氣 一代一代的積累經驗 都知道氣是有氣玉的 有朋友會問 氣有氣玉? 還有沒有氣皮、氣骨? 我就先不回答這個問題 先說個笑話 來 客官,滑雞飯堂 請慢用 這幾塊三千八角 什麼叫滑雞? 阿豬,過來 快點快點快點 客官,有什麼吩咐? 這些雞 曾經找過禽流感 怎麼沒有肉?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除了皮和滑骨外還有什麼? 還有雞毛和雞屎 客官,你要不要? 客人 那要碟滑雞飯 就是想吃雞肉 雞毛、雞骨可以分量 同樣看電影 也是想看電影肉 所以戲師爺很通氣 會安排好大家可以輪流 找到教來睡 於是 戲台上 鑼鼓不竭地響 台上幾時都有人 或者是打大番 或者是演習技 或者是做古造怪 說笑話 或者是找一些又長戲 又沉美的曲來唱 總之就是雅時間 大老官 一般是要等到三更半夜才出來 他們的演出才是戲肉 說到這裡 我就想起一首唐詩 劉雨石那首石頭城 詩是這樣寫的 三位故國周早在 潮打空城 寂寞會 壞水東邊 舊時月 夜深玩過雷牆內 劉雨石的感覺是什麼呢 是這樣 眼前衰落的那座石頭城 以前是很繁華的 繁華到怎樣 事人如果逐一去數的話 便笨到極了 你看 劉雨石的不愧是大詩人 他只用了十四個字 壞水東邊 舊時月 夜深玩過雷牆內 就給了讀者一個非常廣闊的想像空間 他說 連個月光光都養成了一個習慣 三更半夜才爬上城牆來看東西 就等於說這座城要到半夜才進入氣獄階段 那你是否可以想得到城裡的人 所謂夜夜深歌玩到多瘋 好詩呢 是要像劉雨石一樣寫的 有碗畫碗 有碟畫碟 那些所謂詩 由藝術性方面說 是不能夠算好詩的 我們讀唐詩想學到東西 首先就要學會欣賞 知道他們好在什麼地方 再看看今天我們月級挑戰有什麼新的問題 踢球的時候 如果形容球員假裝跌倒的時候 用哪一個詞來形容呢 A 插水 B 打飛機 C 現下 D 撿死雞 在明晚6點前發送838加答案編號到106.620 搭眾的朋友就有機會獲得價值300元的豐富獎品 通過以下網址或者短訊方式向余老師提出問題 都有機會獲得獎品的波 越趕越過癮 我們下期再見